今天一进场 大家也是非常热情 看球的人也非常多 整个氛围非常好 包括在打的过程中 他们给我们加油也是非常好 觉得打团体 毕竟很多人 很有那种大家进往一处使 感觉能团结到一起 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 我觉得状态还是不错 到今天的发挥也比较正常 然后我觉得转战到混团 自己还是要更快地去适应 这个团体的这种节奏 团体赛和单打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可能自己一上来 没有太能适应得了这样的一个气氛 包括对手搏得也比较凶 可能自己一上来 也没出现太多的这种失误 但是对手的这种质量 包括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起伏 还是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我觉得自己也要在下一场当中去好好调整 好好准备 因为对手肯定会越来越强 我觉得不论是第一场还是第三场 包括每一场的压力都是大的 对于这个比赛的性质来说 因为你赢一局就是帮团队赢一分 但你输一局也是帮团队输一分 所以说不论你在什么样的位置 都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去凑足这八分的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位置都很重要 公司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月о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